被质疑有没有后短 北市警局今天也开了记者会 说明了案发时 明明在ATT否放另一间夜店庆生 却没有通报的小队长郑洪正 还有休假期间也没有通报 却直接这个打电话给薛真国的 另一位新一分局侦查所 庄瑞源公布了陈储结果 刑警薛真国被50名黑衣人围殴 新一分局侦查所庄瑞源 和同时在ATT否放另一间夜店庆生的 小队长郑洪正 却都没有通报 北市警局寄出陈储 庄瑞源被申戒一次 郑洪正庆生会中 虽然没有外传的高层远警 也在内饮酒作乐 但竟然有六合彩迁堵人员 也是座上嘉宾 郑洪正也被寄过一次 而侦查队长蔡金龙 则因为督导部州也被寄过 虽然终于在案发后的第六天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但薛真国和庄瑞源休假期间 现身夜店区的原因 警局还是含糊带过 13号晚间11点多 刑警薛真国其实有先去过 ATT否放的夜店 但接着又来到拉瓦夜店喝酒 两边相距不到200公尺 虽然是辖区范围 但薛真国等人似乎没能清楚 把私生活和夜店划清界限 连市议员钟小平都出面爆料 该局远警和夜店有利益输送的关系 好几家的夜店老板跟我们投诉 希望我们议员主持公道 他们说黑道拿钱 为事拿钱 白道也拿钱 刻意选在市警局召开记者会的同时 递出书面资料检举 杀警案不止震惊社会 还惹出一身心 月天TV林炳洲黄一金台北报道